Hello,大家好,我叫曾文慧,我今年19岁,出生于2005年 大家好,我是崔晨熙,今年14岁,出生于2009年 大家好,我是朱远琳,今年13岁,出生于2011年 我们是中国滑板队女子劫势组 最大成长可能就是改变我的性格吧,让我更开放一点 然后让我更加勇敢 我感觉最大的成长跟变化,就是以前吧,胆子也比较小 感觉学了滑板之后就是挑战自我吧 然后也是像极限运动,然后呢,胆子也变大了呀 然后也会就是失败,然后成功,就会失败很多次 也就是心里也有变化,比以前就是更坚强一些 我自从滑滑板之后我就,以前就是比较内向,也就是色恐 我滑滑板之后就更加开朗一点 然后呢,滑滑板可以,可以结交到很多滑手 我觉得我这次的表现有点不太好 跟我自己预想都不太好 可能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吧,对 但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我觉得对以后还是很有帮助的 感觉预赛发挥的挺不错的 决赛可能就是在线路的时候改了一下吧 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没大,发挥好 然后呢,大绝招的话就发挥出来了 感觉大绝招整体来说的话 发挥出来了三分之五分之四吧 因为最后一个那个动作没有完成 然后呢,线路,决赛也没有完成 感觉决赛有一点小遗憾 路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但是呢,大绝招的时候 到最后那个动作发挥出来了 我就是,就是调整回来了 如果打分的话,我就打七分吧 我打六点五分吧 我打八点五分吧 未来想,就还是多出去参加比赛吧 对,参加一些国际比赛 希望自己未来越来越好 就是参加比赛的同时吧 想去各个国家的那种玩场上滑板 因为我们比赛吧 就是一直都在赛场 比完就走了 其实我想去一些美国呀 那种的巴西呀 他们那种就是板场里呀 跟滑手们滑板吧 其实我们下宫的时候 谁被超前宫大博去 się 有限议 因为由他 τις看到